欢迎来到走马观臣的频道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敬请点赞加订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白花板聊斋之意 新郎原住蒲松林 江南举人为偶掌 曾讲过他的同乡孙先生 在德州做知府时 审理过的一件奇案 起先 一个村子里有户人家 为儿子娶媳妇 新媳妇接入家门后 村子里的亲戚邻里 都前来祝贺 当喝酒喝到一更过后 新郎从房里走了出来 看见新媳妇穿着鲜艳光彩的衣服 快步地转到房子后面去了 他对新媳妇起了疑心 就紧跟在他身后 追了过去 房子后面有条长长的小溪 一座小桥在溪上驾通两岸 新郎眼看着新媳妇 从桥上直接走了过去 心中更加怀疑 他急忙喊叫新媳妇 可他不但不回答 反而在远处打手时招呼他过去 新郎急忙赶过去 两个人前后相聚 只有一尺多远 但到底追赶不上他 就这样走了几里路 他们走进了一座村庄 新媳妇这才停住了脚步 对新郎说 你们家冷冷清清的 我住不惯 请你和我一起暂时在我家住上几天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你家看望父母 说完 他取下头上的簪子 大大的扣打院门 有个小女童应声出来开门 新媳妇自己先走进门去 新郎一见如此 只好也跟着他走了进去 一进房门 只见岳父 岳母都坐在堂上 他们对新郎说道 我们的女儿从小浇灌 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们的身边 一旦离开家 心里就会悲伤难过 如今他同你一起回来了 宽慰了我们的惦念之心 住上几天 我们一定送你们两人回你家去 说完 就为他们清扫房间 准备好了窗铺和被褥 这样 新郎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新郎家中的亲朋宾客 建议新郎走出门 去好长时间也没回来 便一同去寻找他 新房里面只有新媳妇一个人在 也不知道新郎去了哪里 从此以后 新郎家中的人远近寻访 都毫无消息 公婆伤心地不断流泪 以为儿子一定是不在人世了 这样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媳妇家悲伤与女儿没有配偶 就向新郎的父亲请求 想把女儿改嫁出去 新郎的父亲心中更加悲痛 说道 我儿子的尸骨衣裳都没有见到 无法验证 怎么知道 我儿子就一定是死了呢 即使他真的是死了 周年以后再让新媳妇改嫁 应该说也不算晚 你们为什么这样着急啊 女家的父亲听了这样的答复 心里更加怨恨 于是就把此事告到了官府 孙先生听了女家的控告 感到这个案子的情节十分离奇 一时却无从下手解决 就判定让女家等待三年 吩咐官府立案后 孙先生打发他们两家回去了 新郎住在新媳妇家里 受到了他家人的热情款待 新郎每次和新媳妇商量回家的时候 他也都答应了 却总是拖延着 不肯立即骑程 这样一拖再拖 就住了半年多时间 新郎心里犹豫徘徊 怎么想多安不下心来 他准备自己一个人回家去 但新媳妇坚决要把他留下来 突然有一天 全家上上下下都慌慌乱乱的 好像有什么紧急的危难 要降临似的 岳父急急忙忙地对新郎说道 我们本想再过三两天后 送你们夫妇一起回家去 没有料到 还没有为你们准备好礼品行装 忽然间家门就遭到了凶货之事 不得已 即刻就先送你回去吧 于是岳父把他送出大门 刚刚送到门口 岳父就转过身 急忙回去了 临别时的应酬举动 都是匆匆忙忙的 新郎正想寻找回家的路 回头再一看 岳父家的宅院不见了 只看到有座高高的大坟 新郎大吃一惊 找到路边急忙回家 新郎到家后 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前后经过 并与家人到官府 禀报了事情的原委 孙先生把女家的父亲召来 告诉了他新郎出走的原因 又劝说了一番 女家又把女儿送回到了新郎家 直到此时 这对夫妇才得以成婚